有這個免費的雲端服務 那他 以前剛開始推出來的時候是只能去背人 但是 隔了幾個月之後連東西都可以去背了 所以說 來我們先往下看一下 您先看看他的效果 再來決定說 您要不要使用他 那您可以看到這邊是他的圓圖 有沒有 去背完之後長這樣 那麼我們拿到Photoshop 有沒有髮織還不錯 對不對我們再往下走換個顏色 再來 我們來看看人比較多的 兩個人 四個人 有沒有 這個你要自己去背你應該知道 多少要花一點時間 但是他如果是這種背景的就比較不行啦 不過寵物現在倒是可以啦 那麼 我往上走 往上走 其實因為他最近又有更新了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 這是我寫的第二篇 我為了這個服務寫了三篇 因為他短時間就更新 他現在有服務在境外又提供微調的功能 又提供微調 現在呢 又 快碼加編 又推出這個 這裡我收起來 連 物件的去背都有 所以你看 這裡有蘋果 有沒有 這邊 所以我真的有放阿妹那首歌 點下去就會唱了 好 我們往下看往下看 您先看看 蘋果的蓄背 OK 然後呢 咖啡 杯子 對不對 雖然還沒有全部出來 但是 你已經看到這個蓋 這種感覺了 然後下面這個是寶石 這是電腦 OK 那甚至呢 他還提供4K的解析度 當然這是付費的會員 一般的會員大概就是八百多 六七百到一千多 但是其實我們做網頁做視訊都夠了 那麼 另外就是他也有提供還原 一些擦除的工具 雖然這個不是很厲害的 但是至少 你幾乎 不太需要影像主要體也可以完成 那麼我們馬上 先來 實驗一下吧 點進去 您進到這邊之後啊 您可以選擇 如果 您的圖檔已經在網路上的 只要給它網址就好了 不用重新上傳 如果是您自己電腦的 再選擇上傳就好 好 那我現在呢 就找一張 比如說我們到Google這邊 好我們就來找個圖片 我們先從人的 來試一下 你會比較清楚 因為其實說真的 以前我們要做人像的區背 應該是蠻難的 對不對 因為人的部分尤其有頭髮 毛髮的部分其實比較難 那 現在呢 變得簡單了 好 我們找找看 我們這邊 點進去 現在呢 這您在網路上按右鍵 取得它的圖片位置就好了 那我就進到這個雲端服務裡面來 您可以看到這邊 有沒有就直接輸入網址就好了 UIL把它貼進去 點一下 哇 現在卡住了 不過有些時候我發現 就是有些 您這樣子點的時候 它跳不出來 你就用別的瀏覽器開也可以 或者在所謂的無痕模式下 也可以 好我就 反正這樣不行 我用另外一個瀏覽器來開 這裡 我用這邊來開一下 現在我把網址貼上去 現在我把網址貼上去 確定 它就開始自動從那個 網路把那個圖片呢 下載到它的SERVER上去 我們這邊去備了 有沒有發現 好了 我們現在是網路慢 所以感覺比較久 但是事實上 不用那麼久 那如果你覺得真的不OK 可以按編輯 它就可以進到編輯的介面 有沒有 你左上角這邊 右上角 刪除還原 筆刷大小 甚至呢 你可以馬上測試一下 我馬上測一下 顏色 有沒有 檢查一下 看看 OK 還是你直接影像合成一下 看你要哪一張點下去 他後面那一張就放進來 這樣也可以 還是你要上傳自己 有沒有 好 所以 做好了 我們就 沒有工作了 就好了 save存價 也就是PMG這種格式 好那你就可以拿到OBS裡面 或者我們簡報裡面用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 好就把 這個工作就 變簡單了 那當然 因為我們現在網路速度慢 我就不是那個 物件的 反正這個 老師你有空的話 回去 真的 這個雲端服務 不能不會 對 不然投學之後 老師 我好像不用學去背